哈囉,我要跟大家介紹這台Canon的A1底片相機 那這台A1是在Canon在1978到1985年間所生產的單眼相機 然後當時使用的是FD接環的鏡頭 那跟後來EF接環是不能共通的 然後再來當然是那時代單絕對是用底片相機的 那這台它其實裝了一個電磁捲片器 那其實看起來是個垂石手把 然後還有日期打印的功能 然後之後再介紹 那其實大家覺得Canon早期的單眼比較熟悉應該是A1系列 那其實A1是比A1還早點發售的 然後它的定位也比A1還高一些 當然它上面還有F1系列 那所以它的定位比較像中階機種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它的功能好了 那其實從上面來看它的功能其實跟後來的A1其實是蠻類似的 然後它都是一樣是快門鍵 然後這個過片器 然後左邊是一個捲片桿 然後它這邊還可以調整那個感光度 那它感光度其實就是只是在作用於那個測光的時候 然後它支援到ISO12800 是當時算是支援比較高的一款 然後再來它比較特殊的是它的機身上面有AV跟TV模式 然後它這台相機是當時少數可以進行PASM手動曝光的功能 然後它當這個鏡頭是在AV模式的時候 你只要把鏡頭上面FD接環鏡頭的光圈環轉到A的時候 你就可以從這邊直接來調整它的光圈值 它就可以連動相機來鏡頭來操作 那當我把這個環轉到TV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快門先決 然後這時候你再把鏡頭環的A轉成光圈值 它就會變成M模式 就是手動完全手動曝光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使用A模式 然後選擇使用那個這樣比較容易調整你所想要的光圈這樣 然後因為它的曝光 它的測光其實看起來蠻正常的 所以其實使用上基本上蠻愉快的 然後它的這一台的快門一樣是 那個布幕式快門 然後最快是一千分之一秒 然後它的一些玩法比AE1多一點點 它除了有 就是除了A跟L之外 它其實還有2秒曝光 2秒倒數跟10秒倒數的功能 它就是它多一個2秒 那其實基本上可以防止一些 像2秒是拿來避免手震之用的這樣子 然後處理效果它這邊還有一個小桿 然後它的桿其實往內推 它就可以變成做那個重複曝光的動作 你按下去之後你拍完照 你拉捲片器的時候 它其實是不會過片 就可以進行重複曝光 那這是底片相機 中高階機種都會使用的功能 好 那這一台 就是我幫它加了一些配備 那首先是這個日期打印的功能 然後它是整個 這個整個背板一起換的 然後它上面是可以 調整你的年月日期 然後還有三種的顯示方式 然後你可以選擇 你要不要把它印在底片上面 雖然後來可能很多人是 很不缺這個日期功能 但是這個當時是最炫的功能 然後它的電力來源是可以吃電池 或是透過這個 機身傳送的 機身那個提供的電力 那此外這台呢 我還裝了 我還裝了電動捲片器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垂直手把 然後它除了垂直手把之外 它底頭是有一個捲片馬達 因為它這個早期的底片相機 其實都要是手動過片的 所以你透過捲片馬達 就可以幫你省下 你捲片過片的動作 而且它可以達成連拍的功能 那這個在以前 手動捲片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所以都要透過捲片馬達來達成 那這個捲片馬達 的話它這邊 它同樣是在 它除了原本機身的快門之外呢 它在垂直手把上面 也是有一組 也是有一組那個快門鍵 然後在垂直的部分也是有 那它這邊 它都可以選擇 A或Lock 那Lock Lock就是你 你是按不下去的 但是這個是 A啊 我搞錯了 重點它就在它底部這邊 它這邊有個轉盤 那轉盤它其實是可以 調整成不同的模式 像S的話就是Single Single就是單張過片的功能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基本上這個時候就是 我按一張 它後面有個捲片馬達就會過一生 所以它其實是還蠻好認出來的 然後off 顧名思義就是關掉 然後再來L跟H 就是連拍的模式 那L是慢速的連拍 那可以給大家聽聽看 OK那這個大概聽起來大概是1秒4拍2到3張左右 那它過片時期是會稍微慢一點 然後我們再換成 H原模式 那就是高速連拍 那這個大概是1秒4過4到5張左右 那它原廠 原廠其實是說是5張啦 但是我自己測量它都還剩到4張左右 那可能是馬達的老化 或是基建老化的關係 那基本上這已經是一個 差不多30年的東西 所以我就不去要求它了 那我最常用其實是 我最常其實是把它關掉 然後一起把我電池拿出來 因為它用的12顆電池其實是非常重 所以我平常其實不太使用 不太使用過片馬達 我都只使用它的錘子手把功能這樣子 好那以上 那就是A1的簡單的介紹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